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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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宋倩来到我们的小玩玩笑 大家好 我是宋倩 我要替很多很多粉丝说一句话 终于见到你了 这一次来演这个换成绩有很多粉丝非常的期待 是不是自己的第一部补妆剧呢 听说第一部补妆剧 有没有什么期待造型啊 然后角色方面的 不一样的嘛 跟现代剧不一样 穿的衣服也会特别鲜 然后发型也会是那样子 所以就是我也小期待一下 鲜鲜美美的 对对对 那你之前有看过这个书吗 对 看过 上学的时候看过 好像有一个魔咒 就是郭敬明的书拍成剧都火了 自己觉得有信心吗 有啊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在很关注这部电视剧了 所以对 希望到时候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更关注 是 而且这次是跟冯少峰有合作 冯书也是帅的掉渣了 有没有跟他合作有被电到呢 现在已经在跟他拍一部电影了嘛 所以就是 他是人特别特别好 像大哥哥一样特别会照顾人 而且呢 有时候也会特别的 特别会逗人开心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讨不理解的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是 之前跟马天宇也在那个 真相里面合作过嘛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了 他好像就在附近 天宇啊 天宇人超级好 什么 天宇人超级好 有啊 之前天宇人来上过我们节目 他特别暖 真的是暖男 所以都是暖男 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为难人 真的 尤其是女生来了 每次说这种话 肯定会 肯定要为难我了 这里有 都跟你合作过的 帅的掉渣颜值画表的男生们 从少峰吧 听语格论中 讲进去的 伊坤 对 各个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你每个人 你能取个外号也行 嗯 少峰就是 嗯 感觉他很百变的那种 就是一会儿就是觉得很像大哥哥很稳重 一会儿呢又特别特别 就像还没有长大的感觉 就特别特别会逗人 那如果这个是好像没长大 下面这个是真的没长大吧 应该 是吗 天宇 天宇它真的很暖 很会照顾人很细心的 就是嘴上不会说太多 但是行动上其实特别会照顾人 对 来看何润东 何润东 也是 人特别的好 容易亲近 就像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觉得 因为大前辈了嘛 嗯 然后就不太敢说话 然后 第一场戏当时拍的时候还蛮紧张的 因为我台词特别多 然后他就过来 就跟我主动过来 跟我就是跟我聊这个台词 聊这个人的性格 就也是一个特别暖的人 特别暖的人 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那蒋经夫的年纪稍微 蒋经夫啊 嗯 性格特别爽朗 他 对 没有什么 让人不会觉得有什么距离感 大家非常喜欢的 尼昆呢 人特别好 嗯 也特别会照顾人 可能是因为当时 出道没有多久 就跟他一起合作了嘛 嗯 在一无他乡 一起奋斗的两个人嘛 然后就感觉 相同的地方还蛮多的 就很容易产生 跟他容易产生共鸣的那种 好 嗯 那些年我们一起奋斗过的日子 哈哈哈哈 那这好像你感觉 每个人都是暖暖的那种感觉 对 每个人都暖暖的 可能我就是运气得不好 就是 就是跟暖男都一起拍戏了 不是 是因为你本身就很暖 哦 是吧 最暖的是你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吸引什么样的人 如果硬要选一个人的话 嗯 那就选现在合作了 哦 哦 那其实在这部剧里头 刚刚倩倩也说了 是第一次尝试武装剧 嗯 很期待自己的造型 那在这个角色上面 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吗 这个角色上面啊 嗯 哦 我觉得 因为之前看小说的时候 其实 嗯 黎若的西方 就是部分不是那么多 嗯 但是 一定是记得了嘛 然后就 给黎若加了很多可以 嗯 怎么说啊 可以让我去发布的地方 嗯 对 所以对我来说也算是 呃 圆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就是 小说迷的梦 幻成迷的梦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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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好吃的嘛 好吃的 嗯 嗯 嗯 更喜欢小店一些 更喜欢小店一些 那接下来呢 难题就来了 让吃货来选择吃的东西 太残忍了 但其实呢 背后是隐藏着其他的含义 就是一道心理测试题 嗯 再看一下 某天朋友带你去吃海鲜料理 嗯 然后呢 刚搬上来的四道菜 都是喜欢的 你会先选哪道呢 A 小龙虾 B 麻辣烤鱼 C 牛蛙火锅 D 三文鱼刺身 女生 先吃三文鱼刺身 嗯 因为要先吃凉的 对 您亲自画上去 这 这给我打了以后 就不能后悔了啊 哎呀 哈哈 但她说的是先吃哪一道嘛 对先吃鱼 那我肯定先吃三文鱼啦 因为 因为那个刺身是要先吃的 第一感觉是C 然后我一 倒个乱就选了D 到底是什么C 其实我是想先吃小龙虾的 因为烤鱼嘛 女神你好 因为它烤了 因为它烤了 然后火锅呢 它又是一直是热的 可以慢慢吃 但是我一看到刺身呢 因为凉的嘛 它就是一定要先吃的 女神你好担心啊 果然是吃货 好了 既然选了D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样 其实呢 这是一道感情测试题 女神的感情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看选择D的你 你很重视公平原则 即便是情人 你也不会一开始就投入所有的感情 是属于慢热型的人物 如果遇到和你相同理念的情人呢 就会恩恩爱爱到永久 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吧 好像是 你也可以看一下C 和你刚刚都想选的A 不够专注肯定不是我 不够专注不是女神 你本身是个感性的人 怎么把不够专注放在我们选项里来呢 真是的 还好没有选 好的 A呢 你刚刚有说有冲动想吃小龙虾 私人空间 对 私人空间也是 对 哪怕是男女朋友 哪怕是夫妻 也是会要有私人空间的 嗯 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有一点像 对 但是最后选的D 你觉得还是蛮符合的 还是D还是蛮符合我的 对 我是一个很注重公平原则的人 嗯 嗯 我们这次节目做得真好 喜欢宋倩的男生 注意了 女神的恋爱里面是公平原则 然后你们俩就可以恩恩爱来到永久了 我们知道心理刺实体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哇 谢谢 走走吃吃换球 怎么样 宋倩欧你的心 你们是否有感受到 可可 染冰暖 因为如果你不是有着像醋红线那次一样的颜值 又可以跟黄磊老师相抗衡的智商 又才华的像杰伦小工具一样 那你剩下的一个只能跟小鲜肉们并萌萌哒的表情了 什么 今天你都没有 她说风雨中的热夜空 算什么 那就擦干眼泪面对现实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 好